水田部落違禁私院 拆除案宣告終結 不過新族縣府公務處人員 卻透露 日前已接貨檢舉 違禁案目前正左手處理 將會有部分在地的居民的 違禁防射 也會依法執行 拆除 違禁的連以效益 似乎正在發酵 部落居民聽聞後不以為然 部落的防射大都沒有申請建築證照 該怎麼解決所將面臨的問題 部落騎老有對色 回歸到一個合法裡面 所以你們又去補證嗎 應該是會這樣子做 爭議多時的違禁 寺院已經產平 但新族縣府反倒是接貨更多件 有關部落族人違禁的檢舉 看來新竹兼石鄉的違禁問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記者巴魯塞 新竹兼石採訪報導